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H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再復出的廣播 那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4月19日,星期五 今天大致多云有紀鎮驟雨 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 希溫駕馥在24至29度之間 吹和緩至清敬的南至東南風 是,嘩,你真是香港現在的交通意外 令人害怕 昨天就… 真可憐,三死了 變成最後撞過去那輛車 有人說是積木車,分開兩缺 我不認識了 我只知道什麼叫LEGO 應該不知道,這些真是不知道 但最慘的是 那個死者的父親本身有癌症 是的,還有那個男生剛剛從泰國回來 拿手信給別人 就遇上這個奪命的交通意外 另外交通意外還有另一宗就是 是的,在街上無緣無故踐上行人路的車 拍出幾個人 說有個人在街上嘔血 好恐怖呀 油麻地白家士街車禍 保馬� beb 製上行人路 塗人三箱 我看过地图就傲呕了头 58岁男司机被捕了 这些真是害死人了 怎么会剷到那个位置呢 另外刚才说天气来说 昨天看到中港也是暴雨 一秒入夜 哇 黑乱乱 情况相当恶劣 昨天就 大雨一阵而已 一阵而已 很多新闻跟大家说 而且大家真的要注意身体 五仔嘻嘻感冒未清 我想告诉你 在香港过去11天 有36名患者死亡 患了流感 哇 大事了 出事了 就讲这个新闻先 死了 还剪了 本港流感再升温 高峰期未有完结迹象 11天里面有71宗盐 严重个案 36人死亡 36人死亡 都没有说是多少岁 他没有 没有写的 只说死了36人 所以我也不敢去探亲的 这个时间 我们那些是算小疑科的 你会看你那个人本身的体质 你如果年纪大 年纪小孩 小孩一定会有感染的 小孩不要紧的 小孩好像中菌 你中了椒之后 你有一个抵抗力的 我们小时候谁还没病过 经常发烧的 年纪那时候 但是你老人家呢 你一中椒 其实他弱 五臟弱 尤其是肺炎 容易就病发肺炎 各样 生命都没有 相当之厉害 这个数字 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就是 2月至今 新冠死亡 严重个案有400宗 调查只超过一半 受访者轻视这个症状 新冠根本都没有结果 只是2月初 香港二六得 400宗严重和死亡个案 但是400宗里面 有多少个死亡呢 他又没有写得很清楚 没有写得很清楚 这400宗里面 多少是重症 多少是死亡 不知道 但是就轻视了 当然有人说打针 你们打很多针 我也知道 打针 你们说打针 注意身体 注意身体 我经常吃薪的 吃薪都没有阿希希那么重 他是发冷又什么 我本人来说 我活动到的 我吃到东西的 但是喉咙是有些不舒服 有些咳嗽 有些流鼻水那种 很厉害的 这种病毒 我们已经周围戴口罩的人 都中招 香港濕度极高 我回来香港 我觉得是霉的 这个人是 粒痴痴 是 皮肤也开始有少少 濕疹 那个臉 所以 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水土 你们很厉害的 在香港如果你说 很英俊 那些 很厉害的 做人最重要 不要摁摁摁摁 有人上载DSE试卷 去小洪书 23岁 港女被捕 这些都无缘 多达 小洪书用户 Ms Lucy 卫生教育 上载了 该科目 空白试题 这个答题簿 英文卷3 大家看看考成如何 23岁 姓劉本地女子 就违反香港考试及 平核局条例 获准保释后查 5月中旬 报道 真是 多手 上传的性感照 没那么生气 妹妹仔 愚蠢 就来潑水节 香港在球场射来射去 涉潑水节 向执法人员及传媒射水 排期到8月2日 三被告获准保释 是 什么时候 上年4月 现在还在排期 三个包 他26岁的的士司机 26岁的文员 另外一个31岁的扎铁工人 本案争议是被告有没有意图襲击 哇 这样啊 襲击 潑水节 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受伤 这位警员 对了 你襲击 那你潑水节 我又想起一句说 你在现场就一定有那种危险的 你会不会说 给那些警方 穿多些防卫衣呢 不要 沾到他万金之驱呢 因为危险的嘛 在场个个都射水 正常来说 你是兜头兜面射啊 还是不小心射中呢 这些就真是 追着来射呢 我见有些年轻好像追着 阿sir 被阿sir喝啊 那些东西都有 是 不是 你讲真的 这些位置 是不是应该用民安队来搞呢 不是 警察都是骤忌的 因为呢 你身上很多工具 有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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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 over over 那样 这个就 可一般都会坏了 你把枪塞到 那些子弹都湿了 水可能是不响的 是不是 那是大件事 传媒也有很多工具 那究竟是意图襲击呢 那判约线 接 未来再怎样 但是有这些危险性 我就不去了 喂 其实呢 我们昨天那个世界新闻已经说了 泰国潑水截死了很多人 好像以千计 我都不记得了 很愚蠢 香港的呢 我回到香港 有一件很大的问题 它潮湿 它很滑 我滑了两次 我滑了两次 我滑了 我平时有练军的 如果不是我真的老人家 我八九十岁 我死了 我在街市走出来 过马路 小小斜路 我真的明白 我爺爺当年 为什么会跌倒的脚 在那些位置 它有些暗斜 它有什么叫黄色的 那块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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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防滑 我踩下去 滑了一下 那我的脚 是不自然反应 两边一夹 我又没有滑低 很多老人家 在那里 我发觉香港很多食肆 游泥泥 很滑 可能香港是潮湿 另外有些事情 可能做得不太好 不是说什么 我对鞋去到全世界各地 都拙脚 唯独是香港有些位置 真的滑了 在这么滑的底下 就有很多交通意外发生 就好像在一个 昨天 昨天凌晨 那宗非常严重 整架车爆开的意外 死得很惨 整件事很惨 那种惨 就是因为 那个男孩26岁 他爸爸 有癌症 现在沽苦无疑 他做什么呢 他刚刚去完泰国回香港 就是拿一些手信 送给人 谁知道就出事了 在凌晨的时分 哎呀 真可憐 有一个还是同性的 和我 25岁姓邓的男司机 26岁姓陈的男乘客 23岁姓五的乘客 是女乘客 那两男一女 就全部丧生 当然我认为 那辆车应该很快的 没理由会斩到这样斩开 你真是的 你变形金刚 都不是这样拍的 那辆车这样断开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 那件事 如果有那些 閉路电视或者拍到 一定是非常恐怖的 当时 那这位 陈家涛的爸爸 他说 儿子 和朋友 是刚刚去完泰国回来香港的 夜晚就出去送手信给朋友 谁知道就发生了车祸 65岁的陈傅 患有大腸癌 现在是 失去了 商医为名 多年的儿子 他很伤心 售方期间更加是 无奈地说 他说走的是我就好了 真是可憐了 这辆本田C域Type R FD2私家车 是 途中 失控 橙向石灯 撞猛 撞猛 龙门架 的路牌 全辆车 是尽毁的 车上 男司机 一男一女 全部 喪生 地上 有很多 刑多佬 和蟹黄面 这些即食面 就是这些手信 看到都很不开心 这些事 因为这位父亲 十年前 和太太分开了 只有他和他的儿子在一起 他 他说他父子 其实是不擅长说话 不善辞令 但是彼此是 互相关心 他说我从小抽大他 我和他很少聊天 他很关心我 但是 不会开心说 我也是这样的 他形容过 我真是活潑 和肯帮朋友 他爸爸呢 以往是做洗碗工 在两年前 患上大腸癌 现在已经退休了 两个月前 申请纵援 儿子中四毕业 做散工 近期 做洗衣机的维修学徒 记者问到 是不是需要外界的帮助 他爸爸就说 你给钱我都没用 真是很伤心 非常伤心 那么 姓五那位女死者 同样是去完泰国回来的 那 和姓邓的男司机 和另外两名死者 都是朋友的关系 那个朋友 有一个死者 没有去过泰国 18岁 就是考了车牌 过往是开车 搵食的 几个月前 就做地盘工人 是 相当凄惨的这件事 那么 如果有目睹意外发生 和更多的资料 就致电 3661 3800 和调查人员 就联络 是 南无阿尼陀佛 另外说一下 天有不测之风云 广州暴雨 天空一秒 就入夜 好像末日 形容得 几大雨 但又不是真的很大雨 几大雨 我们也见过 水浸 不要说到末日 如同末日 末日你见过没有 刚才那个 心境就真的是末日 是不是 不要胡说 其实天有不测之风云 只是落下雨 有些大雨 大家就记住大傘 另外一宗交通意外 这宗相当之凄惨 见过那些伤者在地上 不停嘔血 嘔血就是内出血了 昨天 尤玛地拔 加士街 凌波街 交界 产上行人路 连葬三名男女徒人 神经病 你说在街上走都可以被车撞 警方表示 58岁男司机 涉名危险駕駛 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 正被扣查 案中三名伤者 包括头部受伤 43岁印度锐 单车的男人 盘骨受伤 性良 74岁的老虎 背手受伤 性简 66岁的女子 其中 老女人和单车的男人一度昏迷 其后回复清醒 现场可见很多照片 亦有些片段 相当之血腥 因为一直在嘔血 好恐怖 穷飞龙特意问我 你有没有看这宗新闻 我做什么事 你懂的? 他说不是的 很恐怖 的确是相当恐怖 线态 那条街上有很多水 我看到 那就要更加开车 但是香港人真的很急 很急 急得很重要 性格很急 但乱开车 不只是香港人才有 泰国和马来西亚都多 在我眼前见过也不少 所以我常常都很危险 马路如虎口 三名相者被撞到 网上可见 都多人倒地 有人就 不停嘔血 有人不省人事 其中两人的伤势 是严重的 司机拘捕了 现在就 都很多大件事 真的 另外就 两年间 洗黑钱 18亿 虚拟平台 汇款 去空殼公司 三男女被捕 这个叫做竞赛行动 征破一宗 利用空殼公司 和虚拟货币 交易平台 洗黑钱的案件 拘捕三名男女 三名被捕人 在过往两年间 开设不同的空殼公司 向银行讹清 从事不同的业务 有关公司从来都没有报过税 没报过税 税国一定找你的 有关户口 从去月货币交易平台 接了巨额之后 将款项进行分层的处理 短时间 是频密地转涨超过18亿 哇 这些就是洗黑钱 这些就是摆明 已经拘捕了人 另外再说说 之前有一件事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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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想拿来说佛蟬 搞搞搞不是那一回事 不过这些是政府的 有些东西说 在大埔有山坟被人毁坏 那时候在新闻 有人声称她的祖母 还是爱祖母 应该是祖母 她的坟被人建了 然后她的阿嬷报梦给他们 就说她的坟 她的坟被人建了 就去找回那个坟 这么神奇也有 后来民政署 建了之后 她说有个新坟 插在她家人的位置 民政署现在说 两个坟都没有这个念作许可 所以确认先人身份合资教 是的 变成这样也有 两个都不合格 现在就说 哇 有关坟头被毁案件 建议报交警方进行调查 是的 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 另外呢 小心偷野 香港仔中心两个食股 就遭爆竊 失去现金平板电脑 和多部手机 这么糟糕 那些是极速贖 在18号凌晨3点 警方接获 南宁街6至12号 香港仔中心保安报警 发现上指有两间商链食肆门所被破坏 怀疑遭爆竊 警员接报到场 发现店内又被手略过的痕迹 两间食肆有2000元的现金 七部手提电话 一部平板电脑不易而非 警方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爆竊 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四队 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 是的 另外有一位医生 在调教人妻群组发淫照 法官就说行为的确恶劣 拨回上诉 立刻监禁你一年 暖叉摆摆照片 这个世间很多色情罕物 都未够你淫 淫人妻女笑呵呵 专科医生用telegram 一个名为调教人妻群组里面 发布一名 和曾经与她发生性关系的女子 里面有多张口嘟的片段 和一些裸照 是的 她经过审讯之后 被裁定发布淫舍物品罪名成立 判囚一年 上诉 是的 指原审裁判官审讯时过度参与 高登法院法官张慧玲 在18号判判辞 指原审裁判官 她很公平 她被人很公平的感觉 又不见得她有凶神恶杀的情况出现 尤其是男医生的罪行的确是恶劣的 对事主造成了伤害 就拨回你的上诉了 原获保释的男医生 需即时入獄服认 哇 你上诉就是什么 进去坐吧 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 发布了别人的照片 这些真的不要搞了 是啊 真的坐牢 跟你说笑 另外将军澳的溪间就是欧白浦 消防署就说 測試时 这个泡泡 意外流入雨水渠道 哇 那个河流变得好像泡泡肉 不要搞 那些有毒的 用来灭火的 有20米长 20米有多长 2米一道门 十层楼那么长 哇 很夸张 是的 那就污染了大自然 是啊 不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 不是怎么样 这头叫环保 那头有另外一些东西 哎 真是真可憐 另外说一些开心东西 有多开心 旺角有天眼 那天眼 装了十五部闭路电视 在近仙达 浪豪方的七个地方 涉人 什么 涉人行道 马路商铺 是的 这些新闻 报出来 不要让千霞知道 又说 哎呦 那些有没有天眼 说我被人打也看不到 香港有天眼 是的 看新闻看得跟得很紧 其实今年 全港会安装2000部闭路电视的镜头 警务署本月率先在安装15组 在旺角那里 今天在旺角就视察了 15组镜头安装的七个地点 什么都有了 不用说了 你不知道哪里没有的 你问千霞吧 那就 闭路电视计划 会确保 遵从私隱条例的 哎呦 自己私隱自己保障 在家里拉个脸 行街被人看到 没什么所谓 对了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是不是 那就 有些商户是表示贊成的 其实这个观点与角度 那个 标识店说 好啊 那就更放心 他说增加覆盖率 市民说 那些贼没这么猖狂 我一向都觉得没所谓 我今天才去完警局报警 是啊 那我当然有些事 我迟些会拍片给大家看 有什么所谓 你又不是猴鹅者 你怕什么猴鹅 哈哈哈哈 你不是做犯法事 你怕什么被人通缉 你走得正 站得正 你怕什么 做人的事 做坏事 容易被人拘捕 你做好事 你就没事了 做好人 最重要是做好人 另外 JPEG案 至今拘捕了72人 2000多个苦主 損失了超过16亿 和大家更新这个事件 相连9月 已经 去到现在 哇 真的很多钱 我有十分一 我都不用做了 哈哈哈哈 骗钱是最快的 所以说 但不要做这些事 不做的 另外 另外在天水 唯有市民在桂圆基提款 被人打劫 中年男人 两宗案件落网 好像昨天也和大家说过 大家自己小心点 是 搶钱的 不是跟你说笑的 好 另外说说 有男学生 刑委人家的饮品店 竟然获判緩刑 判辞指精神状况 不适合入教导所 可能精神有点问题 那样 学生来的 20岁 被控一项 煽惑他人 作出刑事委唯罪 其实那时候是2020年 是啊 一家叫喜茶 在沙田那里 有个 黑衣的人 在破坏 事后警方起诉七个人 刑事毁坏 当中两个人 就脱了序 哎 不要搞搞阵了 真的 是啊 现在没事 有点没事 有点有事 那样 另外说 Sien 哎 真是 生仔你加了薪金没有 新学年教科书 平均加价3% 部分科目的书 贵了8.8% 哇 他说 书中自有黄金 不是黄金屋 是黄金 不如我去出书 出教科书 印刷而已 啊 不是啊 傻的 出生率低 出书 你便愈来愈缩 那会越卖越贵 物以罕为贵 是的 没钱 生仔 但是说供求的东西 一定什么都贵 是的 以前大手有 那你的东西便便便便 那说吧 话便说 那些书很贵 读完之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赚 啊 啊 王子华那时候说 你小时候 开始把那些书补费 所有钱拿去做定期 拿去做饮饭 你一毕业 退休 哈哈 哈哈哈哈 先买些钱 不用说退休 但是你不读书 怎样可以呢 读书又要不需要钱呢 读书又要不需要钱呢 读书本其实上网上 在网上看 那为什么又要买子本呢 知识产权 蛤 但是你想教好那些年轻 那些书 应该是免费给他读才是 其实很多有用的知识 真的免费读 好像佛经那样 事实上是免费读 事实上 好不要紧 再说大埔超级城 有人偷食 被人拘捕了 在今天下午4点 我有附近经过 不过在Ivansir的车里 在超级市场偷食 被拘捕了 真的这么狂 搞这些事情 我今天在大埔警署报警 我发觉原来香港最多是什么案件 阿sir说 是诈骗 你看看前面那几个全部都是被人诈骗 骗了钱 香港的诈骗案实在太多了 所有的警力都放在那里 真可憐 也不是的 也有些掃阿王 拉阿斯烟 那些毒品那些东西 另外呢 警车又撞车了 洛马州警车和九巴相撞 原因待查 昨天早上8点51分 洛马州路近B1巴士站 对开一架警车和一架九巴 发生碰撞 警车右边车头撞向巴士车身 幸好事件中没有人受伤 意外原因有待调查 近年涉及警车交通意外是多 真的多 前两天才有一单 重了红灯 小心駕駛 天遇奴滑 另外呢 大角咀男子飞舵平台当场身亡 昨天早上10点 大角咀必发道138号 有人说有人跳楼 证实31岁的男护主 在那里空中飞人座 人员在场又没有叫我遗书 事主死因有待验尸又确定 好研究一下先 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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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賬戶顯示贏錢又不順利 又提出一萬 但是隨後又拿不回來 投資騙局 唉 不要相信這些 當然要穩穩陣陣 穩中求勝 香港也頗不行 各行各業 因為全港戲院日 田啟文先生也出聲 他說內地網購戲票沒有手續費 香港應該檢討 應對北上朝 不關事 香港的電影都有點雞 你看那些最佳女主角 水兵鬥什麼 海軍 蠻好看的 有製作才行 田潮L的250萬也拍了一部電影 我以前有個師傅 350萬拿回來 當年他是小製作 有吳祈龍 有朱恩 拍了一部電影 350萬 不是他自己拿錢 老闆肯扔錢 現在沒有老闆肯扔錢 又賺不到錢 陰功 心願 沒辦法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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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 明天 必須 超過1,900場 至今 只能4,900場 問林鄭月娥當時有什麼高見 她做一些誘因的 怎樣誘因她呢 現在就沒有因了 沒有蚊 好 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 各行各業繼續努力 加油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的新聞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